原来霸总想要的女人是这样的呀 看完还想嫁给霸道总裁吗 一直以来张汉失验的霸总都很恰到好处 一部杉杉来了直接封审 但汉哥的霸总越演越多越演越油 已经让大家感到很迷惑了 没想到霸总的理想型更迷惑 在节目上张汉与刘涛及海陆 闲来无事东扯西扯的聊天 这不聊还好 一聊就刷新了网友对霸总的世界观 原来汉哥突然打开了自己心扉的画匣子 发自内心的问出了一个困惑了他很久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夫妻俩难得稍微强一点是好的对吧 话音刚落 女强人刘涛立刻就皱起了眉头 不明白张汉词意是想表达什么 要知道刘涛与老公王柯的夫妻相处模式 正好是典型的女强男弱 可张汉才不在意自己是否出到了刘涛的腻力 继续自顾自的补充描述道 这个女人要是越来越比我强很多 我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要强 特别要面子的男人 看完霸总的发言 网友们不禁调侃 大男子主义都挂在脸上了 确实是非常要强要面子 但体操运动员周杰 还是觉得这个逻辑有点不太对劲 继续询问张汉 那假如说你特别优秀 但是那个跟着你的女人几年之后落后了许多呢 张汉当即就不加思索的回答 所以就是让他要有自己的事业 他也要做事情了呀 张汉爸总是的发言 让网友还是觉得蛮真诚的 毕竟他敢直接说出来 一点也不藏着掖着 但紧接着 刘涛就问出了一个直切肺腑的问题 如果另一半他就想在家待着呢 得到了张汉斩钉截铁的回答 那不行 他天天在家待着 我看着就难受了 汉哥难不难受不知道 但是这一番对话 就让在场的嘉宾都挺难受 对汉哥的理想型总结就是 老婆不能在家待着不工作 必须要一边工作一边顾家 并且他的工作还不能太出色 要控制控制自己的能力 以防表现太突出 甚至是干得太好 成绩超过他 当然汉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择偶侧重点 就是找女朋友 首先要找苏严状态就很好看的 绝对不能找丑的 虽然汉哥的个人爱好 有这样的理想型要求没什么毛病 但是符合这些条件的 都可以说是社会中十分优秀的女性了 为什么要嫁给这样的男人呢 不过汉哥的理想型 还真的给他找到了对头的 这个人就是汉哥的前女友 古林纳扎 一位有知名度 但又不过度曝光的新疆女性 纳扎在社交平台上 曾经公开过一段直播卸妆的素颜视频 皮肤白皙 光滑细嫩 即便是脸上都清晰看见了痘痘 这个颜值都是杠杠的 但话说回来 汉哥无非是直接说出了许多男生的心思而已 谁不喜欢素颜好看的女孩子呢